红外线循机测距模组 那这一个模组 长得有点像ET的感觉 那有两颗 感觉上是有两颗LED灯 那这一个模组是所谓的红外线循机测距 的模组 它对颜色还有距离 会有数值出来 所以你去想这样子的一个模组 它可能是数位的 还是 类比的 假设它对颜色跟 距离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它绝对的数值不可能是0跟1 不会是只有0跟1 所以我们这样子去想就知道说我们这一个模组 应该是什么 类比的模组 它是类比的模组我们接法一样 我们把 深色的线 接到GND去 接到G去 深色的线接到G 接上去之后它会有一颗灯亮表示它通电 通电 那在我们的IO board的模组上面 我们就知道要接在哪里 接在A的 接在A的 脚位上面 那这个时候我 现在用为了方便差我用A5来接 接A5 接A5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程式该怎么去取得它的值呢 好 来看一下 我们把类比较为A5把它当成输入 请 这只猫咪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A5的值是多少 来我们来执行它 你看它现在会有个数值 在这边 12、13在这边闪 那我们现在是没有遇到任何东西的 好 好那我们现在为了方便 我们把它 立起来 立起来 因为这样立起来你会 等一下我们东西靠近会比较好看 好我的手慢慢靠近 越靠近怎么样 数值会 数值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大到多少 500多 然后越离越远越离越远 到15、14、13、12、11 好越后面它可能就 增测不到了 更远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数值来测物体的什么 距离远近 那如果对不同颜色你要做行迹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假设 我们是白色的 它的数值 他如果固定的距離他數值是多少 我們假設距離一樣在這裡 他數值現在六十幾 六十幾 相同的位置 我把它換成黑色的 黑色的包包 我把它換成黑色的包包 你會發現他的數值怎麼樣 他的數值就變得 很低 六十幾現在黑色包包就變四 我們循跡的做法就是利用這個數值 來去判斷我們的車子是不是走歪了 我們車子很可能是這樣沿著黑色的線走 他如果離開了黑色的線 他跑到了 白色的位置 他的值會怎麼樣 會跳起來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判斷說 我的車子的位置是不是跑移走了 或者你可以利用這一個模組來偵測 有沒有物體 接近 你的感測器 有沒有物體接近你的感測器 這樣子來做 紅外線的 循跡 測距 的一個 模組 我們會不會放在一起 感谢观看